大家好,我是超力防 今天要來講的電影是時速列車 最近殭屍題材興起 不管電影影集遊戲都搶著利用這個題材來賺一筆 但是最近幾天去媒體是因為看的這部時速列車 正可說是突破性之作 故事講述男主角帶著女兒搭火車要到釜山找前妻 但是同時各地也開始傳出暴力事件 有一個疑似受感染的人上車,造成接連感染 剩餘的乘客試圖存活到安全的城市 故事就從此展開 在許多殭屍片裡面往往都是在開頭的平靜之後 突然成群的殭屍蜂擁而上 但在本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受感染的乘客上車 但其他的乘客卻渾然不知 電影用這種風雨欲來的堆疊之後爆發 讓這個老掉牙的體材再度讓人感到驚悚 之後幾乎全車的人都受到感染變成殭屍 其他人必須要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面求生存 更增添了無處可逃之感 但是這次的殭屍設定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是用視覺尋找受害者 所以只要看不到對象時他們就是處於漫游的狀態 主角群就是利用這一點 在電影中許多地方用智逃過僵屍 而每次以為危機可以稍微解除時 迎面而來卻是更大的危機 從頭到尾節奏非常緊湊的同時 卻不會讓人覺得急躁 但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還是這部電影的感情和角色的刻畫 他有能力把一個讓觀眾覺得一副就是領變當臉的人 變成令人在乎的角色 電影中有好幾個主要角色 卻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一個被邊緣化 而這些角色也不是從頭到尾給人的印象都一樣 我們能明顯看到某些人的轉變 這部電影非常有勇氣 他讓你在在乎好幾個角色之後 卻殺掉其中的好幾個 而角色的死都是有意義的 也不僅止於單純的英勇犧牲 主角也不是什麼拯救世界的英雄 沒有主角光環 他只不過是做出必要之事的父親 本片也點出一個殘忍的事實 在這種混亂之中 有些人也許活下來了 但是跟其他人比起來 他其實不值得被救 成群泳上的講師 但最可怕的其實是人性 電影展現出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真正的自私 為了自己活命 可以泯滅的人性到什麼地步 有些人發號施令 煽動人性 自己卻不願意負責任 也有些人願意冒著自己生命危險的助人 其中也不乏賺人熱淚的場面 我們在這部電影中看到生理死別 也看到令人義憤甜言的自私 他的特效更是不輸末日之傳等電影 僵尸排山倒海而來 壓迫感同時卻不會讓人覺得疲乏 這部電影從頭到尾節奏緊湊 令人憤怒的同時也非常動人 非常推薦到時候上映的時候去看 今天的點評就到此為止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 喜歡的話 也不要亂把喜歡就揍下去 我是超粒方 我們下部影片 見